在室温下,乙烯会与下列核种四季发生反应 跟修化心可以产生加成反应 跟过猛酸胛溶液可以产生氧化反应 就二腔激化反应 再来跟氢气也可以产生加成反应 通常不保有听的定性检验法当中 常用修或者检性的过猛酸胛溶液 跟不保有听反应 何者正确 都会有颜色变化 对,都会褪色 B B就错掉了 都会褪色 再来C 过猛酸胛由正七变成二氧化膜 是正四 对 猪 乙烯被氧化成乙碗 不是 便乙二存 二腔激化反应 一 乙烯加锈 会产生一二二锈乙碗 答案AC 可以使秀的氏率化胎容易褪色的有哪些 早有拍键的 这个本环虽然有三个拍键 但是它有共振结构 特别的安定 不会反应 环C 可以 本环共振结构安定 所以不行 这里有拍键 可以 这有两个拍键 可以 B租1 某厅 某厅经过元素分析得知 含碳85.6% 氢14.4% 而这个厅一克 可以使46.5克含5% 锈的氏氯化碳容易褪色 哪一个对的 A先看实验室 碳跟氢的莫数比 碳 把质量看成85.6克 除以原质量12 氢质量看成14.4 除以原质量1 所以1比2 实验室CH2 再来分子量是多少 可以跟氢的氏氯化碳 容易反应 所以它是C类 因为这个实验室 有可能是缓完 好 C类 这样子 CNH2N 分子氏 跟氢反应 这是加乘 C跟氢 C数比1比1 我们看一下 这个听力有一克 C数比就是反应的莫数比 质量除以分子量 1 再除以分子量12 12N加2N 14N 这里的话 溶液46.5克 溶度5% 这是氢的质量 再除以氢的分子量 79.9乘以2 所以N可以算出来5 所以它的分子氏出来了 C5H10 所以它的分子量 12乘以5 再加10 70 比错了 再来C分子氏 对 这是C类 有拍键 所以可以使微减性的过猛酸胶 容易褪色 从紫色 变成无色 会颜色变淡 1 可能含有几何易购物 就是顺反易购物 我们把易购物全部画出来 包含结构易购物 5个碳 双键可以在这里 1 1 2 1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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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